由于天气原因,加拿大首架撤侨包机延迟4小时到达越南首都河内,错过了中方允许包机进入中国的短暂时段。 因此,原定当地时间周四清晨从武汉天河国际机场起飞的撤侨班机将推迟24小时周五清晨起飞。 此架包机共250个座位,首批从武汉撤离的加拿大人有211名,机上其余座位会留给医护人员。 加拿大外交部长商鵬飞表示,撤离的加拿大人到达机场前需要经过检查站的体检才能放行,需要预留出充足时间。 商鵬飞说,联邦政府正在考虑安排第二架撤侨班机。 他建议在中国各地的加拿大人尽可能用一切方式离开中国。 武汉肺炎疫情失控,各国纷纷从武汉撤侨,但专机都在深夜降落武汉,清晨起飞。 有还没曝光,中共官员要求必须晚上抵达天亮前离开, 是不想让人民看到外国人的逃离画面,破坏中共政权形象。 新台人记者周立敏,孟学之,加拿大首都沃泰华报道。